哈囉大家好我是尚凱 歡迎回到一口氣看完GNN 在每周四我們都會提供給大家 最完整最詳細的GNN消息 那今天的影片依然是全字幕製作 如果說你還喜歡這種超精緻的影片 別忘了給影片一個喜歡 讓我們更有動力製作更精緻的影片給大家 那本周呢就要帶大家介紹 即將復刻的黑金阿努比斯 那麼首先必須老實說 這一次在看完相關的GNN消息之後 感覺狐狼他並不是太OP的感動 僅僅只是把之前的強度 改回到現在應該有的強度 所以如果你是抱太大的期望 覺得說他可以拯救起所有神族的話 那我覺得太過於對他有期待了 那他當隊員的價值還是有的 所以我估計啦 如果說你想要潛艦他的話 就是多了一個好用的神族隊員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同時也可以增加三維什麼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介紹完整 關於他的隊長技能 以及相關的資訊吧 那我們首先為大家介紹 阿努比斯當作隊長的表現 老實講我認為他的生存力是不及格的 包括生命力 他我看官方的實戰影片 頂多就主出來是27000左右的一個生命力標準 不過你當然要生命力高一點 你可以比如說八星召喚獸搭上九封王 這是可以去做的 更甚至埃及皇權再多帶一點 這是他的隊伍技能 可以跟埃及皇權有一個生命力加成 所以生命力我覺得最多可以到三萬左右 那回血是真的完全不夠 即使是開上他的主動技能 有給隊伍有兩倍的神竹生命力加成 但回到兩組新竹 僅僅也只回到了兩萬左右的一個灰血量 所以在生存力方面 阿努比斯是完全的不及格的 好那在攻擊方面呢 可以從觀光的實戰影片中看到 他可以打到破億的傷害都是OK的 所以在攻擊力 搭檔隊長是不用質疑的 在現就來講 還是是及格的一個分數 好那所以大家就有一個底囉 就是這一張卡片 好像整體來講並不是到這麼破格 但在目前來講 還是可以拿出來借神竹成就的喔 那我們接著就提問給大家 更多關於GNN中的小細節 首先阿努比斯當作隊長 單邊最高13.5倍的一個倍率 雙隊長來到182倍 那有注意到一個小細節嗎 單邊有13.5倍 而且沒有任何限制喔 那在搭配上他主動技能的效益 給神竹有兩倍的攻擊加成 所以單邊最高可以提供27倍的一個倍率加成 那這個對於目前單邊能夠提供的倍率來講 是非常非常高的喔 那如果未來出了一個更好的單邊神竹隊長 那他們兩個作為搭配 估計就可以有一隊非常亮眼的隊伍了 所以他當單邊隊長的功能 我覺得是值得留意的 那再來如果你要到他最大倍率的話 你勢必的得要消除強化珠 那這就跟他的主動技能有相呼應到 可以每回合幫你轉出強化浮石 所以如果你沒有消除強化珠的話 當然雙隊長只會來到81倍的倍率非常的慘 所以這一隊還是必須非常的仰賴 阿努比斯的主動技能 那麼接下來為大家介紹阿努比斯的主動技能 我認為他的主動技能才是他真正的價值 也就是意味著阿努比斯比較適合當作隊員 好他的主動技能一共帶6個效果 分別為開技能的持續效果 以及關技能的當下喔 那我們看持續效果能夠給隊伍帶來1.5倍的攻擊加成 這邊並沒有寫說是限定於哪一個種族哪一個屬性 所以是雜色隊雜種族都可以吃得到一個增傷幅度喔 他才是自身屬性的掉落率加成 那他本身是暗屬他可以轉屬喔 他轉屬的情況下是 他如果說他當隊長隊員帶上黃拳 那就可以轉換成他的屬性 不過這個只有在他當作隊長的時候 會用到這個轉屬的一個特性喔 在普通他當其他隊的隊員 他都是暗屬的 所以就可以把他理解成暗豬的掉落率加成 但這個掉落率很吃人品的 所以這個就也不知道他的掉落率寫幾% 那就看看就好 那再來是每回合將自身屬性就轉成強化豬 這個是扣緊到剛剛所說的隊伍技能 大家在普通隊伍來講 你可以把他理解成就是把暗豬轉成暗強化豬的一個部分 並且我覺得他真正的價值來自於他關掉的那當下喔 他關到當下可以引爆自身身旁的一個神族複蝕 如果他放在左邊數來第二位的一個位置 就等於是他可以引爆三直行 非常非常的使用 那反推 就是如果你準備兩張 那一個在2 一個在5的位置 那就可以關閉當下引爆整版 所以這張卡片等於是目前CD數最短 可以引爆整版的角色 那再搭配上他的第三點 如果你關掉的話是CD-2 是來到CD-3的一個部分 所以每三回合你就可以引爆整版 是不是非常的OP 而且更甚至 在引爆下來的伏矢是強化豬 所以你運氣好的話 你甚至可以解5屬強化盾都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再來 應該回合神族攻擊力以及回復力有2倍的加成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神族就會是 如果你未來有一個神族為主的隊伍 就會非常適合帶上阿努比斯作為隊員啦 那麼更甚至阿努比斯當作隊員的價值 來自於他的隊伍技能 他可以跟埃及狂拳有1.5倍三位的加成 其中最重要的是生命力的加成 我們都知道在現階段來講 生命力就是取決於 就是對於一個隊伍好不好用的最大評價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就幫大家整理出來 各式各樣神族撐血量的一個組合 首先就是阿努比斯與埃及黃泉的血量 那可以看到這邊官方的資訊直接就幫你說了 三圍上面血量是3772 那這邊如果搭配上 就有的埃及黃泉兩張卡片 1.5倍之後就可以來到10950的一個雙卡血量 這個算是非常高的一個血量 不過更高的其實是 九風王跟奧丁的一個組合喔 兩張可以來到11430的加成 所以如果你要撐血量的最好選項 仍然是九風王跟舊有的奧丁組合 但是大家有注意到一個小細節嗎 這次阿努比斯在前兩點之後 他的新等數變到了八星是創世級的一個程度 也就意味著他可以跟九風王去做1.3倍的三圍加成 所以這邊情況就來啦 如果你今天隊伍帶上九風王 再是帶上埃及黃泉 再是帶上奧丁的話 血量會有多少呢 這邊幫大家算出來了 三張卡片一共可以帶來18004的血量加成 三張卡片就18000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撐血量的話 狗頭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優秀 優秀的隊員選擇啦 那這邊還有一個沒有提到 加血量的奇哥飛跟曖昧的組合 這兩張卡片帶來的血量加成 僅僅只有9402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 撐血量主要還是要找九風王為主的體系 會是最好的喔 那麼緊接著是阿努比斯的第二項隊伍技能 這邊必須做一個小小的更正喔 我剛才提到關於轉屬性的特性是錯的 阿努比斯不一定要當隊長才能轉換屬性 而是跟埃及黃泉同樣放進隊伍的隊員裡面 就可以轉屬性了 那條件是整隊都必須是神族 以及整隊都是要相同屬性 比如說我們隊伍中放下光屬性的埃及黃泉 那再放下阿努比斯 那要是整隊都是神族 以及整隊都是光神族 才有辦法讓阿努比斯轉換成光屬性的 所以條件非常非常的嚴苛 那所以如果你要轉屬性的話 就要注意到以上的限制條件 好的那我緊接著就來帶大家看阿努比斯的真實強度 這個官方所釋出的實戰影片 其中非常多的細節是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 好那首先呢他在進化之後 進化需要兩張的一個神族的強化 那剩下就是一些普通的素材 那在進化之後呢更是升到了創世級的一個程度 再來到八星 那八星就可以跟九方去做一個連動 好那再來是前野國有的三維 我覺得比較有亮點是他攻擊力是偏高的 他其他都是蠻正常的一個數字 好那再來的話他的隊伍並沒有幫你加成任何的血量 所以我們僅僅只能靠隊伍技能 跟埃及黃泉的連動以及捲風王的連動 那這邊官方選擇的是 跟大家展示第二項的隊伍特性 也就是轉屬的這個特性 不過轉屬的特性非常嚴苛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必須是整隊都是相同屬性的神族才能辦法轉屬 而且必須要搭配上埃及黃泉 那這邊都有達成條件 那這裡就是說明著為什麼官方不帶九風王的原因 因為你一旦帶來九風王就沒有辦法觸發到轉屬的一個條件 好那再來的話這邊 我們首先可以為大家介紹的是這隊的回血能力 可以看到他的隊長技能 無論是隊長技能或主動技能 都沒有辦法能夠直接的常駐給你回復力的加成 那如果你要回復力加成 你必須要關掉技能才會有神主兩倍的回復力加成 這邊開上常駐增傷 只有攻擊力上面會比較能夠出得來 那在回血方面仍然是最原始的一個情況 這邊我們可以看兩點 第一個就是他攻擊能力 第二個就是回血能力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回血能力 這邊回到了兩組新珠疊珠到了一個8combo的一個天降 好僅僅只回到了兩萬的一個回血量 那這就先階段來講是非常不及格的 那試想如果你版面上只有一組新珠的話 那直接砍滿只有一萬的回血能力非常的不夠 更甚至回到兩組也回不滿整體的血量 那如果說你要回血比較優秀的話 事實上你是可以關掉阿努比斯就會有兩倍回復力加成 所以這邊就可以直接很直觀的可以得到 如果說你是兩組新珠發combo 就可以在關掉技能當下就可以直接回到了4萬的回血量 其實就算是可以了 所以這隊的玩法如果你要回血高的的話 務必就是要關掉阿努比斯 那關掉阿努比斯其實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可以減CD所以可以一直關掉一直爽 所以這隊的回復能力主要建立在於你技能開關的瞬間 好那再來呢 我們現在大家很好奇就是這次的傷害啦 那這邊就是疊珠掉了8combo的一個天降大 大家要注意喔這隊的攻擊珠子是光珠 所以這邊事實上只有消到了一組光珠 消到了一組光珠 所以這是最純粹的一個傷害要提供給大家的 好這邊是克屬的敵人喔 單張是500萬智能 說在目前來講是一個 算是沒有那麼OP的一個隊員 但是是可以用的一個隊長 好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帶大家看看這個 官方展示如何天降很浮誇的一個部分喔 我們都知道他在主動技能開下去 其實是有加成到屬性珠的一個天降喔 好這邊可以看到手消失兩組光 這邊硬生生的給你多天降的一組光還不夠 還要再多槍給你一組光 所以等於是他多天降的兩組光 那總計來到四組光的一個消除 來看一下他的總傷害 單張就正式的來突破了 各十百千萬 十萬八千萬 一千萬 哇四組光才突破一千萬 而且還在克屬的情況下 所以這一隊的傷害 大家真的是不用抱太大的期望 頂多就是現在能夠玩的一個程度啦 好那接著呢 就是來看一下 毫無參考意義的終極大爆發囉 好那接著呢 這個我們終極大爆發就是 這邊有展示到一個就是可以炸板的一個部分喔 可以發現到這邊 第二個位置仍然是最大效益的一個炸板 如果你隊長的話 只能炸隊長跟他旁邊直行的一個 也就是兩直行的一個直行 對所以就是效益沒這麼大 好那這邊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終極大爆發 好這邊開完龍科所有打擊到六COMBO 直接的破一單張 好四四一七嗎 好敵喔 對所以這一張卡片真的是各方面來講 都沒有做到太優秀 所以他真的不用指望他當作隊長的強度啦 所以他的價值之外還來自於他當作隊員 可以撐血量 撐身上還不錯 那麼相信大家聽到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到底我爸爸把花200顆石頭去抽這一次的阿努比斯 我認為普通人是不用的 因為他的確沒有做到黑金的等級 我覺得這次頂多就是白金到黑金的一個等級 但他事實上還是有一點小小的用途的 比如說搭配九封王可以撐高整體的三圍 那在開關當下 其實他的炸板是CD最短的 這些都是他的優勢 當然這些優勢並不足以讓他配得上黑金的這個稱號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是石頭本身比較省的人 你就可以直接的省下來啦 好的 那麼接著就要提問給大家更多GNN釋出的相關消息 除了這次狗頭回歸之外 他也拉了他的夥伴龐貝一起回歸 但很可惜 目前並沒有釋出任何關於龐貝強化的消息 也不知道為什麼龐貝要在這時候復刻 他在現場來講 當隊員頂多就是解拼路頓比較懶人一點 還有固定的版面 他當隊長真的不行了 官方為什麼不趁這一次也把龐貝給救起來呢 甚至匪夷所思 好那在11月11號到11月17號 大家都可以去抽這個專屬的抽卡 就有機會獲得這兩張黑金啦 那再來同時間 在這段期間也是每天登錄 都會送你兩抽 總共是14抽 免費讓你得到黑金的機會 那在這期間仍然有這個除30 重30的一個機會 所以如果你要抽黑金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方案喔 那麼緊接著來到下禮拜 一是全新的戰力級 這張卡片一定要入手 它的價值實在是太高了 它可以無視掉燃燒盾 但是妖精除了火彈之外 唯一一張可以直接無視掉燃燒 那它跟火彈最大不一樣是火彈 必須建立在你能夠控制敵人才可以無視燃燒 所以那種無視控制火彈就成為一張廢卡 那這張卡片它是不用管敵方有沒有無視控制 直接給你無視掉燃燒 所以它在使用程度又比火彈還來得更高一點了 並且它可以自帶最高15倍的界王拳 所以這張卡片是你有玩妖精 你真的一定要入手的一張卡片喔 那今天來到禮拜五是全新與書跑的一個聯動火動 除了開放全新的福利關卡之外 更可以入手這全新的小妹卡片 那這張小妹終於有用了 它是可以完全回復生命令 並且官方在這邊就很明確的提到 它可以跟舊友的光遊俠以及薩魯曼去練技能喔 不過在練技能上面必須要非常注意的是 我們薩魯曼在進化之前 這是錢姐它是可以練技能的 不過在進化之後呢 它技能就會完全的變動了 所以就會完全沒有辦法練技能 非常注意的 那在光遊俠一樣有這個問題 光遊俠在進化之前呢 它是在進化之後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技能敘述 也是完全沒有辦法練技能的 所以大家在練技能 都要非常的注意這方面的敘述 再來就是最後一個活動 在11月11號是重要的光棍節 於是在神墨裡面有非常多 關於光棍的東西讓大家去購買 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人面怪鳥 以及這個異轉懶人素材喔 大家都可以在遊戲中享受到 單身20年的一個感覺喔 好那麼以上就是本週的GNN消息 那麼如果說你不想要錯過任何一週的 GNN精緻分析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按下你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一週的新消息囉 那如果說你還有餘力的話 別忘了幫這部影片按個喜歡 給我們最大的鼓勵 讓我們更有動力去製作 每週精緻的全字幕影片 好啦那我們就要約好下週的GNN再見囉 大家晚安 掰掰 掰掰